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找来了一位特别的读者 他也是一个 YouTuber 来的 那他的先生就托我们帮他这个老婆找一辆家庭车 所以我们先欢迎这个 Kari in Malaysia 还有他老公 Mr. Tan 嗨 欢迎你 嗨 欢迎你来的 所以这个 Kari in Malaysia 其实是一个日本人 然后目前定居在马来西亚 那 Mr. Tan 我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这辆家庭车 就是我身后这辆市场上最新的 SUV Toyota Rough 而且它跟你老婆一样都是从日本来的 说 Mr. Tan 根据你列出的这个 requirement 你是要这辆车是你老婆开 然后你是主要是家庭用 然后载着你的两个孩子对不对 所以我是估计你在空间上是有要求啦 然后你也是要求这个视野比较高一点的车 所以今天我就带来了这辆 RAV4 那我介绍它的原因呢 主要是它的这个后座空间非常的宽 我觉得要放两个 Child Seat 然后再加上你可能你坐在后面 或者是 Miss Kari 坐在后面的话都没有问题 动力表现上呢它搭载的是一具 2.5L 的 Dynamic Force 自然进气引擎 那基本上你要载着一家大小 然后载着行李后面那些 怎样车 fully load 的话 它都不会有没有力的问题 那还有就是它的在这个舒适性方面呢 因为这辆车它是使用这个 TNGA 的底盘 加上这个 Trailing Wishbone 也就是后面是采用一个 类似 Double Wishbone 这样的设计啦 所以这辆车呢其实你在开在路上的时候 它是特别的稳 而且它的这个选調设定是偏向舒适性的 所以我觉得这辆车呢如果你载着你的家人 就是 Miss Kari 载着你们出门的话呢 你们会觉得这辆车很满意 小明 我想问一下你啊 因为我老婆啊 因为她是日本人啊 没有什么在 在这里没有开过车 所以她对那个 Safety 啊 有很大的要求 会比较讲究啊 会比较要有一些安心啊这样子 所以我也听说 Toyota 有蛮强的这种安全锁子 安全锁子对吗 对 没有错 这辆RAV4 呢 它就采用了最新的 Toyota Safety Sense 它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安全系统啦 对对 以前我有在那种 日本的CM 有看过它没有强掉这种系统 对对对 其实在日本的 Toyota 就已经是有这种系统 蛮多年了啦 那这一回呢 这个马来西亚的 Toyota 车款 也是有导入这一个系统啦 那这个系统它其实有很多 稍微比较先进的功能 因为它有很多的感应器 像是这个 你前面的车突然停下来 它会自动 帮你紧急刹车这样子 然后还有就是Lane Keeping Assist 就是你开着这台车在路上啊 如果你不小心越线还是什么 它也会帮你拉回来 哦 这样厉害 对对对 还有一个更先进的 我觉得蛮好用的啦 就是你在塞车的时候 它有一个低速跟随系统 它会自己跟着前面的车这样子移动 你只要把这个时速 塞在一个你需要的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你不用踩油门 你也不用踩brake 甚至你的这个steering 你不需要什么去摆动 它会自己去跟着前面的车 还有那个Lane 自己这样子走 很安全 其实我讲了这样多啦 Ms. Corrie 听得懂吗 一点点 一点点啦 哇 这样我就继续用话语讲了 没问题啦 我会跟她解释 OK OK 所以我们就直接去了 嗯 OK 衝撃少ないね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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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だね power 凄いね 好静静 嗯 真的很安静 很静哦 嗯 It's very quiet very refined 嗯 哇 那个灯 它有显示车靠近这样子 对 那个是Blind Spot Indicator 所以如果你后面的那个 有车过来的话 它会亮起来提醒你这样子 哦 これ見到啊 このは近いで そのライトが 诶 哦 哦 哦 可爱 这个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很重要啦 哦 是哦 我们跟马来西亚很重要 对对对 对对对 而且 就是那个Bright Spot 有时候看不到 对对对 你会有些地方看不到 所以 这个是一件 为什么我 不想转移 在马来西亚 是因为 运动 对 运动 运动 对 有很多马来西亚 所以 也不太危险 对 但是 我认为 它给你更多安全 对对 我认为 我感觉就是好像驾 普通的车 对对 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 那个车车 好像拉你回来 拉你回来 当你在过线的时候 有 因为它感觉到你 次数线的时候 它就会来提醒你 给你更多的 这个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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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亚大胜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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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和一点 但是 阿檜跟年代表大胜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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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对 导时 还有就是 него 刚才我讲的那个 skill っ 如果你们来try 行动一来的ifik coisa 你看你的右手 看起来的那边 对 这样 按下了 啊 OK, 你在按下了 按下? 有啦, 所以你看速度已经是在这了 两个你 它会自动的 你转开车,转开车,然后继续在车 你就也不用踩, brake不用踩,什么都不用 真的吗? 真的吗? 如果你要给它速度高一点,可以按那个加 按 99 然后它就一直加了,所以现在是 55 60 OK,所以是 60 那你? 几多? 这是Cruise控制? 自动? 对,Adaptive Cruise Control 所以它是更晴晰的 好,OK 所以你只要把手做的 转移就可以了 它就会自动 所以它会自动停吗? 对,会自动停 对 好厉害 アクセルとか自分で踏む 哦,凄凄,凄凄 凄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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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凄凄 哦,凄凄 所以你能看到 车身上的距离是在持续度 在前面的距离 所以它会停止 是是,它会停 对 凄凄 它会保持一个距离 啊,OK 然后前面车走 它又会自己走 哦,这塞车真的很好 哦,这塞车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用 而且你整辆车停下来过后 如果前面的车在走 它也会自己移动 好厉害喔 太厉害了 塞车的时候很好用 准备 准备 日本的电脑路吗 日本的电脑路 我还没有知了 最近有电脑路的电脑路 因为我的电脑路已经10年以上了 对吧 这边就能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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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非常好 它是広的 有空 看 这边 我的脚也 我想要带到这个车里这边 我希望带到这边 带到这边 我带到这车车去回来 谢谢 不可能 Just pay 通販人也太好了 Sizuka Cocci High 可以進去嗎? Cocci High Sizuka 真的很靜靜 Axel的感覺 優秀 踏著 Ga! 不可能 很容易 坂道 嗯 力 力 力 其實這人很強 2.5L 2.5L 所以你再增加人出門 都沒有問題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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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位置 這是左 左 可以 可以 高的位置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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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安全 可以 可以 很久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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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怎麼回事? 久不見 嗯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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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日本車的嗎 可能 但是我剛才到日本了嗎 是的 不錯 你覺得很嬉重 那種感覺 是的 對 愛着 好像你可以觸摸那個螢幕 現在其實是顯示我電話的面對 所以讓它Waze也可以用 對 你點進去就是Waze 這是Tasker 對 所以這個就是Navigation 厲害 它這兩邊有得轉的嗎 它是上兩邊的嗎 對 可以不同的溫度 所以你還在這裏是June的Business E 這也很厲害 這裡是19度 後來是21度 然後是21度 那是別的 Aircon 可以開的 凄很多耶 有时候这个肩虚会有点事 嗯 说对吧 爸爸的设定一直是寒了 这个 夫妇 不会吵架 然后后面有機器 诶 梅斯坦和Corey 你们觉得这辆车怎样 这个车是挺好的 我那么惹惊 是很简单,我认为女性很简单, 我认为看起来更简单, 我认为看起来更高, 所以很舒服。 你觉得如何? 十二十年了,很安静, 我觉得它驾起来是蛮享受的, 很舒服啊! 记得,你们一上车就讲,这辆车很近,是不是? 对,对,对,对. 我的车比较长喔! 忘记是引擎的吗? 其实不觉得它已经在开动了, 真的是很安静,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觉得好像在驾着SUV, 你没有觉得你在驾着也很大量是不是? 对,因为我以前有驾过SUV的感觉,就是那种很高的, 然后会有点缝,跑快的时候有点缝 这个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这辆它其实它的这个刚才我讲到的是一个 TNG 的底盘 它比较扎实一点 所以你开着这辆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稳 然后加上它的重心也比较低一点 所以你不会有那种很缝的感觉 不像那种旧款的 SUV 这样啦 对就一直这样跳一下 可是这辆感觉很稳是不是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辆车又稳又大 空间又很大又很舒服又很容易开 所以满事满适合考虑的啦 对我觉得它都十分喜欢的 嗯 十分喜欢的 我们是个家庭的 所以我们必须给我们的孩子的车位置 也有时候我们必须给很多货币 所以我们想找到一个很大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 对对对对 photoshop 那东西要办很多,要带孩子 对, Family Trip 的时候啦 真的是很好 因为你们现在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多少岁? 几岁?一个三岁,一个四岁 哦,这样应该出一次远门都要带蛮多东西的,对不对? 是 所以这辆车的那个 Carboot 我觉得是完全是轻松的 而且我的小儿子还要带一大堆玩具 现在很多小孩子都是出门都要带玩具 所以我看到很多,其实很多 Parents 都是大包小包 出一个门都要拉包小包 真的是需要这一类型的车子啦 对 所以这辆车你们满意吗? 真的很满意 嗯 基本上挑剔的地方是没有啦 我喜欢的地方是没有的 啊,全部都很好 全部都很好,很棒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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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我听到日本的说明了 所以我听到日本的故事 做过来的地方是什么 很感兴趣 很感兴趣 那是有一个感兴趣 还有,日本的车都可以自信买着车, 还有,安全方面都非常安全, 所以,安心买着车都非常大。 其实,我蛮赞同Hori的说法, 就是这辆车,尤其是在安全的部分, 到了最新的这个科技, 像我们在车上也有示范, 其实我蛮惊讶的。 对,那几个功能都很不错,对不对? 那其实这几个功能也是日本那边最新的一个技术, 所以我觉得Hori应该会觉得蛮亲切的, 就是在马来西亚,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自己国家的一个最新的一个产品, 在这里出现。 老实说,我自己驾的时候, 就是有那种感觉是, 在日本驾在日本驾驶的感觉。 对,好像在日本驾驶。 对,我真的是忘记现在在马来西亚的感觉。 它的车就是轻啊, 跟Stable的感觉。 整个感觉就很日本, 尤其是在隔音方面, 其实我说到后面,我自己也是蛮印象的, 就是这辆车很近, 整个就真的像你讲的, 就很像在日本开始车的感觉。 对,对。 So,Mr Tan,Hori, 所以你们觉得这辆车, 我今天的这个介绍你们满意吗? 嗯! 嗯! 我们其实是很满意的。 We are satisfied! Very satisfied! 嗯! 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讲, 已经想买了。 想买了是不是? 我觉得我的介绍真的是没有错。 因为这辆车真的是很鼓和你们的事情要求。 对,对,对。 包括那个空间方面。 对,对。 对,对。 所以我们开带的,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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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ust want to buy and go back. Go back and buy! 对!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那个车啊, 那后面空间其实其实蛮大的。 我觉得脚车放得很近。 可以, 你只要把那个椅子放下来, 然后就可以飞进去了。 而且它后面的那个板, 其实它是可以, 它有两面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反过来。 它反过来的那个面, 是Plastic, Hug Plastic 的。 所以你要放脚车啊, 它单身弄肮脏。 它这个板可以盛出来洗。 就蛮 practical 的啦。 实际的。 绝对一下它们害的。 输的咩。 一年。 对,很适合你们吧。 等一下就可以去卖了。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期的这个影片如何呢?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还有分享这个影片。 有什么感想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如果想要认识这一对特别的这个夫妇呢, 就是这个来自日本的Kauri, 还有我们的Mistan, 也是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视频那边, 分享他们的这个YouTube频道, 给大家知道。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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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